第三次来做牵引 好像除了第一次效果比较特殊 出明显 其他都一般 哎呀兄弟们今天凶好闷 前天 一天的涨幅 前天好像十几万 然后昨天早上 因为前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昨天早上原则上应该是 能进来个七八万 结果没爬起来 收盘的时候 好像亏钱 然后今天呢 又亏了七万 还是八万 反正就是两天把前一天都亏完了 今天我不知道你们过得怎么样 特别尾盘这个 上上下下的对吧 气死了 本来 九月初前三天 就赚了十几万 不不我们不能说赚我们要说回血 结果 都到月底了 白玩 这一个月白玩 然后上个月亏二十多 所以 做视频的心情都没有 心态崩了 每个月都有几天心态崩 然后 最近啊 在泰国生活的朋友 应该发现啊 如果你去找 那些换钱的人 银行卡转账 就国内银行卡转账 的汇率 要比转支付宝来的低 那 也就是你支付宝如果转账的话 换会可能更高一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银行卡转钱 被封的越来越严了 对吧 当然了 支付宝也会被封啊 有好多换会的 动用了家里亲戚朋友好友 十几个支付宝来收钱对吧 反正第一次封一天 24小时 然后封三天 一个礼拜 一个月 类似于这个意思 我支付宝汇率也好 然后上周有一个 朋友啊 好像是5.4 换了几十万 然后本来我说 哎你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结果被抓了 他就是我之前说的 应该是属于在罗永工厂 经常换会的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我就出过一个视频 我说 罗永工厂那边有很多中国人 他们收到的工资都是泰铢 但是要换回人民币 往家里 往家里寄钱的 所以 那么一大群人 一批人 就会出现好的汇率 所以他们都是 从那边低价买 再高价卖 赚个 0.05 0.08 有时候能赚到 0.1 你想5.2和5.3 这样我今天换 换回 4万人民币 5.3换的 是21万2 如果是5.4的话 那就要多4千泰铢 800块钱人民币了 4万就相当于差800人民币 挺厉害的吧 那 tt 今天的汇率是5.25 我去看了 然后正常的市场价格 应该是5.28 吧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汇率 那 有蛮多现在来泰国的人 其实一直想要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比方说 今天在油管就有一个兄弟问 说在泰国办AIS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电话卡 如果是要月结的话 就它的月结应该意思是 先用后付来账单 对吧 那其实 怎么停住了 其实这一种 就需要你有长期的 比如说类似于像工作签证 工作证明 工作签证有一个工作证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你只要有泰国银行卡 它也这样给你开 也给你办 那么其实这类问题 如果你已然已经身在泰国了 去营业网点随便问一问 这个几乎没难度 对吧 然后还有人问 就像我后来看到一条评论 是一个多月以前问的 我当时应该没刷到这条评论 问我AIS好 还是其他的 比如像Tuber之类的 这种好 其实它是分区域的 就像HAPPICA HAPPICA就是DACH 还是DATH 我忘了 就这种有些区域 你基站 建得离你近 你信号自然好 但AIS的话 就普遍你去 各类小岛 都会有信号的 但是其他的可能就没有 所以说综合上来说 还是AIS好 但我并没有觉得AIS在曼谷的时候 我觉得AIS反而是这三个电话卡里面最差的 可能是和我所在的曼谷的地区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没办法评价 现在我给出建议都变得小心翼翼很谨慎 所以免得别人喷我 说我啥都不懂 乱七八说 别网爆完老太太的网爆我了 强暴我可以 网爆不行 现在去打球 今天股票亏 亏得我好像打球的兴趣都没有 然后我总算搞明白 为什么这个摄像头拍出来糊了 我发现那个膜 就贴的那个膜 把前置摄像头给遮住了 然后那个膜又好像不那么干净了 就导致现在雾蒙蒙的 我把这一块光样给盖住 也没啥用 好了 我今天就上来唠叨一下 股票让我心碎 我相信 不管是B站还是头条 我发现评论区里面 也有几个和我一样躺平的 对吧 反正我还好 我现在目前为止 会 会百分之三四十万 总体从去年没割 不是赚钱没收手 到目前为止 会百分之三四十万 我看有些亏到百分之五六十了 真比较同情 发自内心的 不是嘲笑 但是同样也给了我 生活的勇气和动力 对吧 别人亏那么多 可能本金都超过千万的 跟照样还是很坚挺 就等明天弄个小羊 然后呢 其他的就看国庆以后看命 对吧 现在最主要的是 人民币大跌 人民币涨回来了 可能股市就好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 我坚决付欧赢股票 股票里面最多放个百分之二十 还是放理财 对吧 三个点的理财放一放 安心多了 虽然很低 我已经倒到这里了 怎么还不找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